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呢 在里面看了看卧房 这是书房 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客厅 整个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呢 就是一个纯凹式的 这个材质都是非常好的 你们可以摸一下看看 干什么 干什么 别乱碰 这还有人住呢 出去 干吗 不好意思 两位先到外面等一下好吧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怎么了 你想通了是吧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把差价补上 我们都都好办了 谁给你的权利随便进人家 你信不信我报警 大姐 我很诚恳地告诉你啊 就算是警察来了 他顶多是条件 条件懂吗 出去 出去 这其实可以的 不过我请你记住 明天请让陈主任本人 带上合同来找我 我把这个交接手续办一下 陈主任还在住院 怎么拿合同找你啊 我拿合同找你不就完了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公司的 规定来办的 必须是陈主任本人 拿着合同过来 没有陈主任本人 没有合同 我们那个房款 还有那个押金 都是不退的 你不怕生儿子没闭眼啊 小姐 我孩子好 他不 出去 宋子 没宋子 喂 大良 那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 那个什么姓吕的 他就是个王八蛋 他都已经带人来看房了 明知道宋凡在住院 还非要什么宋凡本人来交接 要不然他不给退钱 他们说的 这不 这不摆明了欺负人吗 你你你你听我了 你你别着急 你这样 你赶紧去上班 你这个刚到公司 别老迟到这个影响不好 中介那边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相信我 来 来 早知道相爱没那么 我 我 如果有机会 你要我批你多少钱 我 这个对我太重了 没有他 我得叫他 我就 我知道你为什么 我也让大家知道你是萌养人 因为我们遭受过同样的好证 但是悠悠 你不会陪着我们一辈子 我们要给机会 去让他们习惯 让这个世界来习惯你 你应该把它打开 好好地去感受这个世界 你以为像悠悠这样一个龙养女孩 永远不会站在世人的眼前 但是悠悠做得好 而且给了你一个小样的眼睛 因为唯有精力 苦耐和痛楚 才能得到这世上最美好的生活 默默走啊 就知道相爱没那么简单 两个人的爱 就让我们两个承担 现实风太残酷 太难 想要舍却总隔不断 努力再多一点酒 才没有人能将爱 去等你 悠悠 喝杯牛奶吧 啊 悠悠 悠悠 你看看妈妈呀 你看看妈妈 你干吗不说话呢 悠悠 你老这么下去 就是林苏帆 醒了 你也会病倒的呀 你也会病倒的呀 你也是 你也会病倒的呀 悠悠 那不是 有没有弹吗 你没事 我疼你 谢谢你 让你玩 我闪到了 你 你 你们 陆悠好点了吗 你来干什么 不肯帮忙去散了 还想来序陆我吗 我在你心里 就是那么一个 不讲情面的人吗 没什么事 你可以走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叫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考虑考虑 给你时间考虑 如果悠悠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会给你自己 时间考虑吗 雪妹 之前我一直在问你 你都不愿意给我一个 正面的答复 现在突然之间 让我去找悠悠的亲生父亲 你总得给我一些时间 接受啊 之前 我没有顾及你的心情 就叫你帮忙 抱歉 你可以走了 我来不是替你道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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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看你 你的脾气一点都没改 我是来告诉你 我已经派人去找你那个李千山了 至于能不能找到 我不敢保证 只能说是尽力而为 你把念机 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动不动就生气 谢谢 谢谢啊 你看 有客气伤了 我只想为你多做点事 让你慢慢地不恨 我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李老师 李老师 咱们该打烊了 该打烊了 小心 小心 几点了 人 人都走了 您看今天的酒签 什么东西啊 酒签 什么酒签 人记我账上 还记您账上 你看老板他都说 说 说什么说 不认识我啊 小文 你是新来的是不是 你使得跟我啰嗦那么多 知不知道我 我也 算了 我以前的事 不要跟你说 我李千山这点钱 不会欠你们的 是吧 借我账上 借我账上 唐总 有消息了 这么快 确定是 我要找的人吗 您说的那几个条件 全符合 在本事 不在本事 在丽江 丽江 跑到云南去干什么 那 那得去了才知道啊 你亲自跑一趟 如果真的是李先生 把他带回来 没问题 你 你 唐总啊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这人到底是谁啊 悠悠的胜负 李老师啊 昨晚上还没喝够啊 酒哪有喝够的时候啊 你是不会喝酒的人 不会懂的 兰陵美酒 郁金香 郁婉成来 虎获光 但时主任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啊 看不出来您还喝出一店禁忌的 那您慢慢喝酒 你就是李先生 不是 你认错人了 那恐怕这个天大的好事 就落不到你头上了 你 你说你 你找李千山 找他干什么 岂又不是李千山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 对 您找他到底什么事啊 不是要在啊 你是不是李千山 如果我是呢 放心 咱们哪 不是来找你要在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情 李千山 画家 没错吧 李千山 沈雪梅 你还认识吗 沈雪梅 杭州的沈雪梅 怎么 你连以前你的女人都记不得了 记得 当然记得 雪梅让你来找我的 她还在杭州 是这样 沈雪梅找到了我们唐总 我们唐总又找到了曹总 曹总找到了我 让我来找你 唐 唐 什么 什么曹总 我不认识 你就不想见见你女儿 你亲生女儿 沈悠悠 怎么你离开沈雪梅的时候 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 这位大哥 你看我现在是这样的啊 抚养费我可是掏不出来的 再说 我不能凭你这么一句话 我就多了一个女儿出来吧 谁让你拿这个抚养金了 活该你一辈子穷死 他们俩呀 在杭州过得挺好的 但这么多年 就算你不想他们俩 他们母女俩也想你一波事 尤其是这个沈悠悠 特别想见见自己亲生父亲 至于费用 您不必找心 我 我还是觉得我 我 不适合回去 这位大哥 对不起啊 我 我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李先生 今天呢 咱们是想走也得走 不想走还得走 只不过是 走的方式不同 怎么 你要绑架我 我给你留一个我的电话 想通了之后 联系我 听说你年轻的时候 也画过不少好东西 看来沈悠悠这点 真是继承了你的天赋 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 沈悠悠现在已经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画家了 喂 那谁呀 吕先生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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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那啥呀 我在网上看了 春旭园那套房子 你的呀 那啥 我能下午看看房子吗 没问题 没问题的 我把那个时间几点啊 帮给你 好嘞 那我就麻烦你了啊 谢谢啊 大哥 是不是这个 嗯 不用啊 不用啊 叙热 噢 噢 现在 他 修天 您 您是 整个挺漂亮啊 您是 小驴子 不是 不是 小驴子 伤口驴子 您是刘先生 您老 您房子挺长的 还不是 这房子你呢 不是 我是中介 中介 那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都是谁的 是这样 现在还有租户 不过很快就要搬出去 您放心好了 不是 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有租户 不 上时就有啊 你就 就要搬出去了 有租户你叫我来 你管我呢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很快搬出去 您放心 您放心 笑个屁 行 我接下去 好的好的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这个小区的三七啊 是今天年初 刚刚进工的 相信周围的这个环境呢 您已经比较了解了 这个前方呢 就是地铁 那边有公交站 包括您自己开车出去 那都是相当的方便的 我们整个房间的装修呢 是纯欧式化的 这个材料 用的是相当的烤焦哦 您自己可以来摸一下 还有啊 您后面的那个卧房啊 也有跟这个一样的 一个落地的窗户 冬天的时候 太阳射进来就 闭嘴 喂 喂 说你大点声 我听不见 我耳朵聋受过伤 你不知道啊 什么玩意儿 谁 不是 你慢点说 说清楚了 卖房子 我这最讨厌这帮卖房子 这群奸商 我跟你说啊 什么怎么办 扮他呀 我先坦他 那被他堕碎被狗 屁事问我 干啥去 别别别 没事打干啥 我问你有事没事了吗 过来 过来 小英哥 开开开开开玩笑哥 哎 喝酒开什么玩笑啊 我告诉你啊 男人并没酒量 他不能没酒胆 是是是 那什么我问你事 是 你这住这房那人是不叫 叫什么来着 林林宋凡吗 可 可能是吧 什么叫可能是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不是是是是是是 是 我听说你强行退租 还上门帮人家搬东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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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职业道德操守 我不能做这事的 你还欺负一女的吧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你听谁说的 瞎说啊这是 我跟你说吧 这事吧其实很简单 我怎么那么不习惯 仰头看人哪 我跟你说这事其实很简单 这个林宋凡啊 她是我兄弟的外把子 是 说白了那就是我兄弟 明白吗 明白 这女的吧 她是我兄弟的马子 说白了她不是我马子 你明白吧 明白 小三嘛 不 女朋友 我跟你说啊 这事我了解很清楚 这事就是你不执行合约啊 不是林宋凡的错啊 不是 这这这 是是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见天眼开了 我就知道吧 你是讲究人 男人 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帮我 我一定帮你 我帮帮 我帮帮 我帮 来 喂 陆小姐啊 我们之前啊 有点误会啊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呛 您告诉了李先生啊 她她自私的 你去等那个合同 多少起来再做啊 李先生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哪里哪里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再说啊 也是给刘先生一个电子吧 行吧 我会告诉他本人的 挂了吧 刘先生 刘先生 刘大良 你怎么过来了 我就准备到医院给你送吃吃呢 刘先生 办事很牢靠嘛 小驴子给你打电话了 打给我了 非常客气 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很好奇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呀 这事我真不能告诉你啊 你就慢慢琢磨了 反正你得感谢我呀 大良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帮我跟宋帆这么多 不是 这大事我也帮上什么忙 小事嘛 走吧 上医院 走 大姐 沈阿姨 喂 沈阿姨 喂 大良吗 悠悠在你那儿吗 悠悠 悠悠我都一天没见着了 什么不在 那 那 那怎么办呢 我 我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见她呀 什么 悠悠不见了 不是 阿姨你见 阿姨你别着急 她有可能去医院了 你 这样我 我一会儿跟雨淳 就到医院去 咱们医院见 好吧 好吧好吧 那 那我们快去医院 好嘞 走走走 走 顾主小姐 那个有没有看到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 在这儿陪着病人 没有 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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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良 那怎么办呢 别着急阿姨 你把你能想到的人 现在都打一圈电话 然后呢 我跟雨淳就出去找 只要又有可能去的地方 我们都去找你 你放心一定会找到 好好好 那辛苦你们了 没事 没事 来 走一遍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拜拜 我今天到你那儿去 今天去陪你 我今天去陪你 好 再回到你 好 喂 怎么样 能打的电话我都打了 都说没有看见月犹 我会去哪儿呢 水阿姨那边没来电话 证明她也没找到 她会不会再送凡家 你上车 你车哪儿我车快跟我走 你等等我 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后的地方了 不是 不可能啊 这悠悠平常特别乖 她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 她 她能去哪儿 她总不能冒目的的街乱逛了 你说他俩 自从宋凡出事之后 轮着法的折磨我们 出事的地方 走走走快快 我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 试图拼愁这记忆 用心想想在这个世界 你在哪里 心有灵犀 外面开始下雨 雨水敲打着玻璃 是否有人真心等着你 悄悄为你披上外衣 我想你 只是习惯想你而已 一颗心 远的不成看见你 我会 把思念藏在心底 你不说 都没关系 想你 想看你快乐的表情 两个人 现在只剩我自己 回忆 如果是一种表情 我会把想你 当成一个秘密 林宋凡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等你 林宋凡 林宋凡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等你 林宋凡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等你 林宋凡 你在 你在哪儿 我以后你都不会告诉我 林宋凡 你都不会告诉我 我以后我 送你 晚安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想你 只是习惯想你而已 一颗心 远的不曾看见你 我爱 我不想见到你 都是骗你的 你不说 林 送凡 李宗凡 李宗凡 你过去了 这是属于他们俩的时间 让他自己清一清吧 你会议如果是一种表情 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 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 这位就是让我找到你的唐总 唐总好 唐总好 时间都对得上吗 生日没错 和沈雪梅说的时间也符合 其他的没问题 你认识沈雪梅吗 认识 认识 年少轻狂的时候 跟雪梅谈过一段恋爱 后来我为了追求艺术 就离开了 知道为什么找你回来吗 听这位曹先生说 雪梅和悠悠我女儿 想要见见我 我还真的没想到 我自己能有个女儿呢 我也挺高兴的 想见见 沈雪梅倒不是想见你 我们是为了悠悠 悠悠最近受了点打击 精神状况不是太好 她一直都希望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谁 所以沈雪梅认为 可能找你回来 会对她有些帮助 是这样子的 女儿有难 我这个当爹的义不容辞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好这个爹 不是 一定会尽这个当爹的义务 我一定会让悠悠好起来的 你放心 还要感谢唐总 你给我这个 弥补遗憾的机会 谢谢 找辆车 好 送她过去 帮我来 好 好 来 好 男子儿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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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梅 先生 先生 进来吧 进了 进了 什么时候搬到这屋子里来的 喝水 曹总说得没错 我们母女确实生活得很好 不需要我照顾 完全不需要 学妹 学妹 我对不起你 我这么多年 完全没有跟你联系 我甚至于不知道 我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你一个人 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秦珊 你别这样 你 你怎么哭上了你 快快 快起来 快起来 快来坐着啊 快坐吧 我也不知道 是高兴的还是难过 我 我根本不是个男人 我就是个窝囊废 我辜负了你 学妹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和女儿 天山 别这样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个还好悠悠不在 否则 否则看见成什么样啊 学妹 学 学妹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 我愿意留下来 我留下来照顾你和女儿 我一定用心地好好地去弥补 我 我这么多年 我的过错还有我的遗憾 好不好 秦珊啊 咱们不谈这些行吗 进来看看吧 这些啊 都是悠悠化的 都是悠悠化的 哎呀 画得真好啊 画得真好啊 是啊 她啊 平时喜欢去西湖边画画 没事的话就在画室里画画 好像画画才是她真正的世界 画得真好 真有天分 不愧是我女儿 不愧是我女儿 她人啊 快带我见见她呀 我们妇女肯定有好多话可以聊呢 画得真好 傅珊没跟你说 悠悠的具体情况 傅珊 你是说那个唐总啊 你跟她很熟 她就是说 我们的女儿精神状态不太好 让我回来看看 能不能对她有些帮助 悠悠 她是个荣雅人 什么 我们的女儿是个聋子 是个聋人啊 哎 怎么会这样呢 天生的 不是 她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没有照顾好 就变成这样了 那 那 我们妇女是 怎么会交流呢 她学的是淳于 她想跟你说什么 都会写在纸上 给你看的 哦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选妹 这些年真的是辛苦你了 啊 你你你坐吧 嗯 嗯 是这样的 悠悠喜欢一个人 那个人出事了 住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悠悠很难过 于是故拒绝跟任何人交流 你也知道悠悠是个聋哑人 她不能说话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嗯 我担心她这样下去 会自我封闭 所以 我就想到了你 就拖着把你找回来 希望你帮助悠悠 走出现在的状况 嗯 我明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着悠悠走出低谷的 还有一件事 如果你碰到悠悠 千万不要告诉她 你不知道她有 有她这么一个女儿 因为 我原来一直骗她 说你喜欢航海 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们之间的事 也没有告诉她 嗯 这个我心里有数 不过 悠悠也不是孩子了 又不傻 她心里肯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 你过来看看这个吧 你看这个水晶玻璃的世界地图 这个啊 是悠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了 你看她 没事的时候 她老是看着这海洋的部分 她心里在想 她爸爸是航海的 她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 经常看着她 用日记写着 好像跟你在诉说 还有这个 你记得吗 嗯 这个 是你走后 唯一留下的东西 我就跟悠悠说 这是你 走的时候特意给她留下的 你打开看看吧 是谁啊 这个画像 是我告诉她 你长什么样 她自己一笔 一笔画出来的 你看像吗 你我好看多了 你看我怎么没有用 居然还有个女儿在远方惦记着我 学妹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准备一下 我一定会给悠悠一个惊喜的 娘 的儿明我150 我哥啊可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 他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那个喜欢的人 不辞辛苦 滋滋不倦耀 说绕口令呢你 你说他的道徒什么这样 天几天哪还有他这样的男人了 天几天哪有他这样的男人 我说你这两天怎么回事 做什么坏事了 不是我做什么坏事了 就文华路附近那公园呗 文华路 几点钟啊 十一点多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送一个客户回酒店啊 想什么呢 晓乐 你先自己吃啊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件事没办 你这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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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华 刚才那份文件我忘了拿 上去帮我取一下 好 我去打 唐总结束了 唐总结束了 你这有点